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9号表示 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游业务 另外在当天 文化和旅游部也表示 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入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9号答记者问表示 经向有关主管部门了解 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游业务 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观光 游览大好河山 看看各地发展新貌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19号也发出通知 经综合研判 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台湾居民入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 通知强调 各地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稳妥推进旅行社恢复经营台湾居民入境团队旅游业务 主团到大陆的话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旅游业者会就是乐观其成的一个状况 出境市场的产值或者是入境都是一个好消息 大陆方面此举受到台湾旅行业者的欢迎 还有旅行业者正着手规划热门产品 苏州 杭州 这一直都是我们台湾游客喜欢去的地方 再来比如说张家界 再更远一点的南疆 北疆 其实也是目前游客一直询问度有的 而与热忱的旅行业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民进党当局陈枪烂调的推托之词 对于大陆恢复台湾团客有业务 台陆委会19号虽然口头上说欢迎 但也声称大陆方面应该同时开放大陆民众来台旅游的限制 并指出重新恢复之前 必须双方经由既有的机制进行沟通 以达到双方恢复两岸旅游交流的美意 关于两岸旅游恢复常态的问题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就表示 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再编织各种理由当借口 不要再拿不是理由的理由当说辞 我要问一下 至今仍不开放大陆民众赴台交流 这个事儿是谁干的 至今仍阻挠大陆军民赴金马 小三通做半套 这个事儿是谁干的 至今仍不恢复两岸原有直行航点 扮演柴飞 这个事儿是谁干的 至今仍不允许台湾同胞组团来大陆 这个事儿又是谁干的 请他们先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 再来编造那些骗人的词早 这是哪里是谁干的 中文字幕——YK